那结婚了能给一个女方一个什么样的保障 我是这样一个人 必须得有个保障 必须给存上三千 那是两千块钱那个 就是零花钱了 说什么都不用管 存上三千两千的就是给你的 还是说是给你们俩共同滚的养老钱 还是怎么个意思 给我自己的一个保障 大姐相亲开口就是保障 要求男嘉宾一个月给三千块零花钱 你感觉大哥会给吗 结局让人意想不到 这次来相亲的是51岁的秦大姐 别看大姐一把年纪了 找对象要求男方必须帅气 我是外貌协会的 虽然我长得一般人 但是我是外貌协会的 用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虽然我长得一般 但是我想的挺美 要长相有衣服 要身材有金链子的 如果长得不难看应该挺好看的吧 大姐在电视上相中了一位大哥 这次来相亲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把一中人拿下 叫刘志祥 我就唯一种大手机 我就看见给我瞅着外表吧 挺说的挺符合我心的 就是入你这个外貌协会的眼了 是吗 对 所以说的我想了解了解 被相中的大哥58岁 因为做生意不小心 导致外面三百多万的 丈美要回来 所以现在生活过得挺困难 但是多大的困难 都不能阻止大哥找老婆 红娘马上安排了两人见面 为了这次的相亲 大哥还特意去买了鲜花 可把大姐感动坏了 谢谢谢谢 这是一生难忘的记忆 是有诚意 她不会有诚意吧 她不会拿东西 别管东西多少 长得帅就算了 还这么浪漫 赶紧爱特尼老公好好学学 看得我都如中想嫁给大哥的冲动 但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大姐竟然没看上大哥 原先吧 在电视看挺好 现在那个外表体型瘦小 但那个里没有演员 咋没有演员的呢 在电视里跟本人绝对不一样 差哪儿的 那好点老 脸折得多 大姐啊 咱要不要先看看自己长啥呀 出门没照镜子还是咋的 虽然眼睛和鼻子长得都没毛病 但是凑在一起怎么就变味了呢 碰巧大哥这边也没怎么相中 你颜值这块还是啊 但是我还是说 我觉得我还是 我女儿说的也是 把颜值放下 我就找个真心爱你的眼 既然颜值上都没相中 那干脆聊一聊经济状况嘛 这不聊不要紧 气得大哥直接结束了相亲 我也不知道你有房还是没房 我说了我没有 他现在是在这附近租了一个房 没有地方住是不可以的 那你说你最起码有个手术 也可以在这边房子在那块 咱们还带还带 那你当时已经听说说他没有房子了 那你为啥还觉得他还不错 还想跟他见一面呢 见一面他 他演员 你在电视看嘛 瞅着外表吧 挺好 我没想见面 就是演员没有那么太过关 一听到连个房子都没有 大姐的心瞬间量了一半 这个男人除了算一五是处 要啥没啥 但是大老远的来都来了 干脆问问清楚吧 万一人家有家底呢 那结婚了能给一个女方一个什么样的保障 那你要目前说谈到保障 我没有那么多什么 我能做到事我去承诺你的 我做目前我做不到事我不去承诺你的 就是说大哥说那个意思 我也理解 但是说就是男人找对象 我要一个是态度 就是说你现在没有 说对我找对象 我挣钱我把公司交的 或者是我买房 我贴上女人的名字 发展证上 这是一个保障 不是说你就是到你家来 供下吃穿住 那是不可以的 因为谁也不去吃住 我是这样一个人 必须得有个保障 必须得存上三千 那是两千块钱 那个就是零花钱了 说什么都不用管 存上三千两千 那就是给你的 还是说是那个给你们俩共同滚的养老钱 还是怎么个意思 给我自己的一个保障 好家伙 虽然一个月两三千的零花钱一夜不多 当个保姆还不止这些呢 但是这对于大哥来说 简直是雪上加霜了 自己还有三百多万没要回来 每月还得再给三千块零花钱 真有这条件 还不如找个长相自己满意的了 我就是要一个保障 如果你要是说过三千两年 外边你再有人了 那你说你给我一脚上 我白在你家待三四年了 什么也没有 就跟我来吃穿住啊 你说我怎么总买穿 买穿好像不整意过日子似的 今天买 明天买 我衣服五年六年不买的简单都够用了 知道不 我不需要那个 说那个 给我买多少只衣服 知道不 你就需要他一个月给你存点钱 那就是我的保障 我有没有钱 我没有钱 但是我零花钱也不断 我自己也够用了 我找你干嘛呀 你什么都打不不了 我找你干啥 也不能当免费保护 我觉得做不到 他这个保障 那我给你保障了 假如说你跟我过三年二年的 你夸死我 谁给我保障 大哥有大哥的顾虑 大姐做的也没毛病 但是俩人在一起真的挺不合适 最后俩人也没有牵手成功 关于这次的相亲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讨论 散会 老铁您看 相亲的刘大姐要把钱给千窝的亲生儿子 惹得翟大哥十分不满 说话火星四尽一份填膺 都一把年龄了 千万别气出点啥毛病 相亲不成耸 不会成了冤家对头 再带一身病回家 那是多么的得不偿失啊 难怪翟大哥反应强烈说话 尖酸刻薄 狗肉羊肉都上来了 说挂着羊头卖狗肉也用词不当 您知道是肉包打狗出手不留痕 谁也不会傻二把唧的拿钱去填坑 在婚老年人谈到钱 都是立马翻脸的节奏 咱一起去看看与之相亲的刘大姐 是如何踩到了她的毛尾巴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支持 当做孩子 你说孩子困难吗 多少帮点 我对孩子这就关点不一样跟你 我在我能保重我的情况下 你那种困难我就帮你 这是咱自己亲的 我这有钱多呀 那我不给你给谁啊 当孩子遇到困难 伸手帮一帮天经的一人之常情 父母会在仅剩一口饭的时候 自己不时也会留给孩子 宁愿爱恶死也给孩子留下活的希望 但是翟大哥却认为 先过自己再管孩子 这种观点是对是错先不说 如果是这样处理问题 父母爱母爱从何说起 但是再婚后婚前的他方孩子 是管还是不管管多还是管少 那是双方当事人的事情 与老铁和小编无关 让他们自己去协商 跟你说 包括也是 就是两个另一半 过在一起了 两个人感情好了 爱无及无 你爱你的这另一半了 我自己的孩子 现在都不跟我通话呀 那你咋整呢 刘大姐说 在婚后爱乌及乌 翟大哥为他的孩子付出是理所当然 现在是相亲 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 就要求大哥给拖来的超大游瓶加油 他怎么会同意呢 更何况翟大哥他自己的孩子 在离婚后都没了联系 那么翟大哥是经历了一场 什么样的失败婚姻呢 跟我俩结婚以后 开发廊 那时候一天挣了一百多 那多这么天呢 八几年呢 两个聪明人 做生意都赚了不少的钱 生活无忧的前期 萌动了沉寂的思域不甘寂寞 趁丈夫出车不在岗 做出了出格的事情 有一天我回来 俩俩都做饭去了 我往倒盖下去 他上家发烧去了 你没问他来哪呀 就上家学了嘛 那就那么事 邻居就知道都知道了 完了邻居看不下去了 完了邻居就 觉得什么了 你就上这个阵子找了 纸里包不住火 没有不透风的墙 做了亏心事就有鬼敲门 带到与之勾搭的舞伴 学摸到家里 这档子迫失才暴露出来 原来周围邻居的闲言碎语是真的 这下在家里抓住了 坐实了翟大哥绿巨人的身份 对原来放松妻子下午厅 找乐子后悔不已 没想到妻子在跳舞上瘾的同时 同样失迷于风流的舞伴 就那么跳来眼 跳来眼了就跟一个舞伴跳跳 你是发现了还是哪 我没发现 哪不一天出车 我根本就没闲在身上 我这个大力尼 我这个出车 这段事一点没闲上 时间长了 你这火 就证实了吗 第二天我说 扎立马 拉倒吧 翟大哥出车经常几天不归 只给想三想四不安分的妻子 提供了时间的方便 可是安分守己的翟大哥 想不到家里出大事了 等正时被戴了绿帽子之后 不想再忍受他人给予的耻辱 狠下心来离了婚 二十多年来 翟大哥用幽静疲伴无眠的夜晚 用孤独倾情激落的叮鸣 过够了单身狗的生活 当下空前渴望找个老伴 不服输的倔强性格 让他择偶的条件与众不同 现在我就找小孩 我必须得喜欢 没有眼睛我不喜欢 不动心的我不好受 我不动 干净利索能过家的 年轻的 顺眼的 心动的 干净利索的 话说的简单 标准和硬性条件可是不低 但是这些条件在红娘看来 能符合条件的大姐 可不是一个两个 你看今天他带着翟大哥 直接来到了温柔娴熟的刘大姐家里 辛苦了 大家来也介绍一下 翟瑞才 翟大哥 然后这是刘盈利 刘大姐 你好 你好 翟大哥 好客气 进门问候 相互介绍 在我一下手 这一套该有的固定流程下来 双方都有了初步的印象 两人的演员咋样呢 演员还行 我感兴趣 他性格 我就这么一面 然后感觉 不能 太坏了 不是那种 破大的你 从来说话 太行 老铁您听听 翟大哥在赞场有演员的刘大姐 话也是在反着说 说刘大姐是不能太坏 有种列众则又挑老伴的意思 翟大哥你这种表达方式 把人惹急眼了都不知道是为啥 再下次可要注意 这时候应该说挺好才行 你看刘大姐这样说话简单一鸣 不管咋说两个人真是有了演员 有了演员就有了继续落下去的可能 翟大哥介绍了自己的工作情况 谁都知道货车司机 这几年靠着勤奋赚了不少的辛苦钱 翟大哥虽不能说是腰缠万贯 和周围邻居相比那也是个富裕户 刘大姐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赶紧开始了自我推销模式 看来刘大姐的推销没有白费功夫 翟大哥感到了他的美好 眼前不正是自己喜欢的会吃多家会做饭的女人吗 刘大姐也看到了自己的推销结果 那既然是翟大哥喜欢 就应该看看他对未来生活的打算 你是怎么打算 那个拜过日的 问题就是 要是我太行了 到客都是过日了 我现在就只有车挣的钱 这个大钱我不能交给你 我就是给你这个 几千生活 但需要多少钱挣钱生活 你就要买啥我就给你钱 翟大哥以为 两人到一起在没有达到完全信任的时候 自己搞运输的收入是不能全部给刘大姐的 只能拿出一部分维持两人的正常生活 按说搞运输挣的钱是经营性收入 有成本和其他倚性支出 要维持正常经营 需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作为运营成本 连本带利的全部交出 后续经营肯定会受到影响 这是翟大哥是万万不能干的 可是刘大姐却不是这样想的 翟大哥的答复令由大姐心里不舒服 既然是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 哪能花钱还要张口学 男人应该把收入悉数上交 然后两人商量如何消费共同支配 这才是两口子过日子 不能说他花一份我要一份 这样是确实我也感觉不对劲 那不好 但是怎么也得有个过度 有个时间 我一看咱俩到处都一看行了 感觉你成亲了 相信了 我这才能钱放给你 给你五千 给你一下 你管得多你就花 半辈子独行侠的翟大哥 听了刘大姐的意思 非常通情达理的告诉刘大姐 现在刚刚认识 今后如果在一起了 达到了相互信任的程度 每月最少给五千公里支配 按说这五千元的正常支出 不算少了 可是刘大姐却不是这样想 她想掌控更多的钱 以便合适的时候 拿这些钱帮助自己的孩子 帮助孩子 你说孩子困难吗 都可帮点 他提到这个 说帮助孩子 马上就说给他两个钱正常 不行 暂时不行 我也挺忌讳这个事 刘大姐本以为水到渠成的事 就因为在是否管孩子问题上 出现了分歧 碰到了翟大哥机会的事情 现在他是进退两难 是推一步答应 不往回拿钱 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 孩子有困难一定要管 正在思考之际 翟大哥像是被踩到了尾巴一样 差点从座位上蹦起来 刘大姐对待孩子的态度 以及要拿钱给孩子的想法 触碰到了翟大哥的逆连 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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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痛快完完的利索 相亲的结果不言而阅 谢谢您的观看 一个月是入一万六 对吧 然后呢 公司给你配是宝马车 家里边买的也是英飞尼迪的厂 应该是轿跑吧 厂层那一款 都对啊 对不对 这都是真实信息吗 他事业早成 他目前呢 只有26岁 就是一家装饰公司的总监了 他实力超绝 年纪轻轻 就成为人生的赢家 冬天开宝马 夏天开厂房 月收入一万六 二十出头就当上了公司的高管 不但拥有自己的专属作家 而且公司还为他配备了专属司机 真应的那句话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今天胡总来相亲 有一个硬性要求 那就是必须要找个漂亮的 在相亲之前呢 一男嘉宾的要求 编导给我看了他的照片 虽然照片上的样子 长得不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不能光看一个人的长相 还是得看两个人相处之后的感觉 所以我决定先和他见面再说 看得出虽然女嘉宾 也觉得小伙长相有点困难 但他的条件确实非常诱人 但出乎他的意料 这个有些神秘的胡总 并没有按时出现在相亲现场 女嘉宾在冷风中苦苦等了三个小时以后 胡总才终于现身了 但他来到现场后说的第一句话 就让所有人都大跌眼睛 节目组集女嘉宾等了这么久 却等来你这么一句话 你这不摆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这时连胡娘都听不下去了 女嘉宾来到现场等了你一上午了 我觉得这三个小时给他 是给他一个基本的尊重情词而已 但胡总却坚持要改天再录 此时的女嘉宾在沿岸那不住自己的情绪 终于彻底爆发了 看到女嘉宾真生气了 这时胡总走过去 象征性的给了几句安慰 我说你这小子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啊 这话我咋没听出有一点诚意呢 最后还要人家姑娘的联系方式 你是不是想要过河拆球 打算绕过节目组单独行动呀 这举动不免让节目组 对她的身份和目的产生了怀疑 一个月是入一万六对吧 然后呢公司给你配是宝马车 家里边买的也是英飞尼迪的厂 那个应该是轿跑啊厂藤那一款 对啊 对不对 这都是真实信息吗 你公司在哪呢 在这附近吗 对在这附近 既然你公司在这附近 我们也希望能够了解你的生活状态 我们跟着你一块去看你公司嘛 好不好 听到红娘提出的这个要求 胡总立刻表现的有些慌张 紧接着就是一顿推托 你这人不改天吗 要不忘呢 胡先生这种反常的举动 更加引起了女嘉宾何小姐的怀疑 她要亲自对她一问究竟 我都是想知道你那些信息 索定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有点怀疑你是不是叫那个真名字 你是不是叫富翁城的名字 何小姐提出要看一下胡先生的身份证 但她却说身份证没带在身上 而是放在了自己的车里 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 胡先生决定带大家去自己的车里取身份证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自己的车 可就在一行人往车库走的路上 胡先生这边却再一次发生了状况 我得咋来把车过来接我回来 车里有什么问题在我这边 老大你把车拿给拿给去吧 啊 我说你把车拿给拿给去了 他开走了车的把车他开走了 怎么了你要用车吗 对啊我要用车啊 哪个有不一样 哪个留在都 啊我那我现在用车 我们把车给我开过来 现在是肩定不行啊白天不行 你要来啊你要去我车 你直接 我让你把我的车 把我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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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开不过来 啊现在开我来 号称自己是老总 要个车却要和司机商量 我不明白到底你俩谁是老总 谁是司机 一个月是入一万六对吧 然后呢公司给你配是宝马车 我家里边买的也是英非尼迪的厂 应该是轿跑啊厂藤那一款 都对啊 对不对 这都是真实信息吗 是 我觉得这个车子根本都不是他的 司机不是应该一直跟着你的吗 他怎么能随便用车啊司机 面对红娘以及女嘉宾的质疑 胡先生却给出这样的解释 为了能免除大家的怀疑 此时胡先生又提出了一个证明自己身份的方案 那就是带大家去公司的门店看一看 接着大家乘出租车来到胡先生所说的门店 可刚一进店胡先生就做出一个反常的举动 虽然看到了所谓的门店 但何小姐似乎并不买的 反倒是胡先生想支开店员这一行为 更加引起了她的怀疑 显然门店之行再次漏洞百出 接下来在节目录制结束之后 胡先生又给节目组发来了各种证据 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按照胡先生发来的营业执照的地址 记者去这家公司展开的调查 结果公司负责人的一番话 彻底揭穿了这场骗局 原来这个所谓的胡总 竟是一名来公司应聘的人员 最可笑的是 他竟然连一天班都没来上过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被录用 原来这位胡先生采用非法的手段 安装了公司的彩铃 然后利用这个彩铃进行招摇撞骗 最后又经过多方证实 这个所谓的胡总的所有身份全是造假 好了 今天的乡亲就到这里 关注我 带你去看更多奇葩乡亲 你们人就给我接着了 肚子已经打到了 就算完成任了 吃饭你们快吃 吃完饭娘走吧 没啥呀 吃完饭娘走吧 没啥呀 这啥意思 鬼用了吧 那个意思 对呀 那好不 你们俱俗话说的好 媳妇上了床 没人扔过墙 意思就是媳妇娶到了家 主家有好事等的办 红娘宝梅拉线的任务完成了 你该干啥干啥去 不再去搭利 你也是理所应的 但是今天相亲的吴大哥和陈大姐 从见面到现在才几个小时 这中间两个人发生了什么样的激情四射 造成陈大姐思维空间切换 误以为相亲现场是动访 就要成就好事了呢 这两人快捷的节奏 已超越了时代步伐 陈大姐再次催促工作人员 快点吃饭赶紧离开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支持 红娘你明知道这个鸡骨眼上 快闪快走才是硬道力 还在这里嘚巴嘚巴 因为现在红娘看到陈大姐 矜持不足开放有余 心里非常疑惑 陈大姐你这么着急嫁人 你手伐将近二十年 那是靠什么支撑熬过来的呢 家里的顶梁住垮了 她除了不能创造财富之外 还要花钱治病成了家庭的拖累 这对女人是一种炼狱般的考验 对身心的煎熬就不必说了 照顾病人抚养孩子 挣钱养家花钱治病 到后来给过去的老公办完身后知事 家里已是一贫如洗 为了孩子陈大姐坚强的与命运抗争 十几年诞生 终于靠打工还清了债务 俗话说无债一身轻 现在总可以为自己考虑了 陈大姐你就是要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 也不能心气活了的如此实态啊 受过磨难的女人 总有苦心甘来的那一天 就在陈大姐春心浮动 想找另一半的时候 无巧不巧的从电视节目上 看到吴大哥在相亲 他立马就被他吸引住了 控制不住的心跳加快 非常害怕女嘉宾相中他 不住的在心里祈祷 他和你不合适 你可要等着我呀 直到节目播完 陈大姐选择的一颗心才放下来 迫不及待的联系了栏目组 后面的事情红娘都做了 比如现在红娘顶着烈烈的寒风 来接吴大哥到陈大姐家里去相亲 大哥 你好勇见的 这今天穿挺精神的过来的呀 来来来来 大哥你好 大姑娘就不接我来了 哎 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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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进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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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吴大哥 红娘就带着她兴冲冲的来到了陈大姐家中 曾经当过兵的吴大哥 挺拔的身子 卓尔不凡的谈吐 陈大姐见到了吴大哥的真身 更是为之着迷 比人家啥 电视上还碎 比人家啥 电视上还碎 挺晚的 心直口快的陈大姐 不停的向弘扬说吴大哥帅气 看来她这头不用加温早就预热了 吴大哥那边是怎样呢 但也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冷落了陈大姐那颗滚烫的心 买一般吧 买一般吧 买一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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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出所料 走南闯北 喝过凉水 见过世面 围着美女一堆的吴大哥 没有看上陈大姐 说是没有演员 评价是长相一般 第一次见面 能有个一般的认知就不错了 嘴上是这么说 可是行动上 已经把她的真实想法出卖了 只见吴大哥边说边脱掉外套 这哪里是嫌弃对方没长相 而是要留下来吃饭聊天 这分明就是相亲的节奏啊 也许是当兵那会 学雷锋成了习惯 看到别人做饭就想下手 陈大姐看出苗头也没客气 让吴大哥一起参与包饺子 擀皮行吗 你不会 包行吗 包可以 愿意吃饺子吗 愿意吃 我当兵愿意吃面食 也面食我都会做包饺子 这叫圆宝饺子 这样包行吗 把这包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北方人吃饺子 不仅是包口服 主要在于享受包饺子 整个过程的气氛 财富 祥瑞 团圆 和睦 积极互动中的交流与沟通 这些果腹解馋之外的收获 同样重要 有吴大哥参与进来 这包饺子的气氛瞬间升温 咋一个男女搭配干活 不累能说的清楚 老铁您注意听 花心已放的陈大姐 开始带情感节奏了 我那天在电视上看着你 我就 赶紧我就给他们那个记者打电话 我说这次可别错过机会 你脑心就要过年了 得找伴儿 得过年不能一个人过年的 是不是 陈大姐趴在电视屏幕上 瞅大半天 好不容易盼得吴大哥明落孙山 趁着明花尚未有主的空当 不想错过心仪的吴大哥 二十多年未经风雨 也没有享受阳光明媚的陈大姐 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吴大哥回家过年了 温情似火的陈大姐的心界 已经非常清楚了 下面就看吴大哥这头的意思了 他挺热情的 你们这话是挺好的 说话说就好 说的心里得劲多 那咱呢 老铁您看 这边包饺子一边唠嗑的花式相亲 还真是事半功倍 饺子没包完 陈大姐不断释放的阿姨 已经在小厨房鼓当 就算是刚见面 没看中她的吴大哥 此时在野这阿姨的亲衣下 逐步与陈大姐和谐的步调一致 不仅态度鲜明的改变了 而且从被动开始变为了主动 热情进上来了 两人之间的交流显得轻松快一 没有刚开始的寡淡无畏 在有说有笑之间 无形当中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再也没有陌生感 多像是一对老情人在说调皮话 善于抓集会的陈大姐 见时机成熟 再次主动带节奏 在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时候 八没说九没提 开口直接说到了十 现在就要登记结婚 陈大姐提出在一起叫登记 两人过日子才有安全感 见多是广的吴大哥 也不想不三不四的过日子 当其同意陈大姐乘胜追击 提出尽快完婚 我看这么大岁的也不像年轻人 也用不上什么一年半载的 你说呢 陈大姐以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来是他吴大哥的意思 别说是陈大姐 就是红娘也没想到 陈大姐的提议 竟然遭到了吴大哥无情的拒绝 那绝对不可能的 那我看我已经六十多岁了 在一个早晚吧 有年在一起的 不是早这样的 再不能中间有什么 像以前是在千万不出那样 是要稳重 矛盾的焦点不是演员 不是钱财房产 而是陈大姐的迫不及待 和吴大哥的稳重发展 吴大哥提出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相互了解 六十多岁了不能鲁莽不能操之过急 关乎到后半生的是否幸福的问题 怎么会仓促忙所捂了下半生 吴大哥 吴大哥认为两人要到一起 需要相互了解 需要相互磨合 买台汽车还要磨合呢 更何况是要共度下半生的半 那还真是要好好得磨合磨合 陈大姐还真是个蹬鼻子就上脸 见了坡就下驴的好手 吴大哥的关心 引起了他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也没忘记随时随地的表扬自己 尽情的释放贤其良武的温柔 包水饺接待客人既简单又好吃 转眼间饭再上桌 刚落座陈大姐就想知道 吴大哥对他是否满意 大哥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挺热情啊 咱用不着那虚头发脑 是不是大哥 对对 咱都这么大岁了 先谢谢你们啊 这帮孩子辛苦了啊 有缘的哥们啊 哈哈哈 陈大姐以主人的姿态 与吴大哥边喝酒边畅谈 从表情到行动上都能感觉到 陈大姐的开心愉悦 频频举杯感谢现场工作人员 就在她嘚瑟的正得进的时候 吴大哥才注意到 身边这个温柔似水的女人 竟然是个肥仆 体重多少啊 67公斤 我今天是 我还不是像那胖的臃肿哈 我的云衬反人呢 我多练呢 我自己保持身材 他的这个大腿比我腿还出名 我是 没想到一直问问而言 谈笑得体的吴大哥 也有幽默风趣的一面 几句话就被陈大姐斗得前眼后合 现场的气氛瞬间达到了高丑 陈大姐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当即表态工作人员赶紧离开 她有正式要办 这就出现了故事刚开始的一幕 随着笑声从陈大姐房间传出 乡亲的高潮达到了顶峰 结果当然是顺其自然的水道渠成 祝吴大哥和陈大姐晚年幸福 谢谢你的观看 怎么又啊啊啊啊 完了完了 哎呀没西方了 没啥呀 她长得刚刚好看 好看还不好 看个头发 死就给大爷迷的没了自信 这得是啥样的清国清城大美女啊 陈鱼若燕呢 还是毕业修花呢 看着体型 咋样也得是杨玉环那种级别的美人吧 今天来相亲的谢大呀 今年六十岁 退休金每月三千元有房 这咋还有个煤气罐啊这是 我看我就看这个 你看这个的 我家的也是小的 人家大的有这啥子 你是送煤气一般收入 对对对对对 刚送完了 早就忙忙回去 送这种东西搁啥送 搁摩托车 一天能送几个 今天早上我送五个 没嘴儿 正收我钱 原来正二十多 送你一个正十五 对 靠着每个月送煤气罐 大爷能收入两千多元 大爷说了 这也不是主要收入 咱有退休金 每月不在活也能拿不少钱 那咱过去吃干啥的呀 上班 一块公司 倒班的 我零三班呢 我半夜就得走 十一点八一点 早上八点钟下班 下班就得睡觉 一睡就得一天 晚上半夜还得到 年轻时大爷工作十分繁忙 四班倒了大半辈子 把老婆也得倒霉了 一开始感情好像就不差 我四点钟 四点半到 我四点钟就得上班 我回来是十二点 往来我上学社 你看厨余住我也不得意啊 就他自己 整个孩子租房他也害怕了 他也不咋回来 有时候就在一样年住 几几年纪来不能住 八六年 啥时候这个 九零年吧 你这三年 你们能在一块呢 也就一年 和前妻离婚后 大爷从此过上了 黄金单身汉的日子 也死了找个老伴的心 有父母相伴 日子过得也有鼻子有眼 但如今年过半百 父母也离开了人世 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孤独 大爷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没盼头 为了给自己 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 大爷决定再次启航 踏上悬崖的列车 给自己再找个伴 根据大爷的要求 红娘找到了 今年52岁的林大姐 大姐就想找个人品好的老伴度过晚年 于是红娘给两人安排见个面 就是正面还没见着 大爷就打起了推腾骨 看头了 没看 没看 洗洗 完了 摸在头就 啊 完了完了 哎呀 没希望了 没啥呀 他长得刚刚好看 好看还不好 他不太啃我了 大爷 大爷你这是乌龟脑的呢 伸一下缩一下呢 这面都没见的 就开始手拿鸡蛋走滑路了啊 提心尿胆也没用 先见个面再说 别快进屋 哎 哎呀 哎呀这冷吧 哎呀不冷啊 嗯 我姓姓 啊 姓姓叫啥呢 姓姓姓 然后大爷叫人雅琪 哦 姓姓姓 有点热 衣服逛哪儿啊 大哥 这好衣服呢 这么烂 好看 好啥 你大爷自己也先逛吧 就是啊 再看看 看 把她的 她挺宽的 两个红红红红红 你家皇上走大便啊 六五 这六十度啊 走大便又不感觉咋样 嗯 挺好的 挺好的 心里也脚在场是不 还场的 今天 不必也行 老子这挺好哎 过日子人 你瞅 瞅着满意吗 行 挺好 我先弄了挺好的 六指头上茶 大爷你这是格外巴结纳 见到大姐后 大爷那就是哑巴 觉得黄金 心里说不出的欢欢 安全马后的就没停过 嘴奔淡是能干 这样的大爷大姐觉得咋样呢 你瞅啥感觉感觉 感觉啊 还是啊 还可以 一会儿 老老喝再看看 喝个酒什么 喝大酒啥的 你喝个酒啊 你要说不喝 那是糊了不 但是给大家逼忽的 就除非 有 有 就是都聚一点的 啊 少喝点 抽烟的 刚跟他说完 三天中就喝完 抽烟我都没有 我就不喜欢 我就不喜欢 喝酒了 好几天了 玩呢 最烦 我一听到麻将声我脑子里 虽然大爷抽烟喝酒 但都符合大姐的要求 没想到大爷虽烦打麻将 大姐这可不知如何是好 那我一打麻将 你烦吗 有时候我偶尔的我能玩 我能玩几回 但是那大的我还从来都不玩 行 玩是贝能玩呀 哈哈哈哈 一块两块的话 没那儿出眼 没那儿出眼 你几十块钱出眼 是觉得他这种好行 就是那种本分过日的炎事 我就想找一个这样的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大爷你这是为了爱情原则的不要老啊 这大姐可不就美滋滋了 虽然大爷嘴巴不会说 但关键时刻绝对不会掉链的 主动问起了大姐有什么要求 他有什么要求帮我 什么要求 不会说有没有 你想问问 他对你有什么要求 对 两人过这个日子 就这么花销什么的 你怎么安排 这玩意儿又扔花呗 这玩意儿又扔花呗 你觉得那些条 哈哈哈哈 对吧 你不咋那儿了 咋呢 我留也能够花吗 我留 你就是找我说这个 看一公子说多 那个多 他得给拿出花算 就是啊 不花的这么多 那也没有什么用 这下大姐的脸 那就是刚出山的太阳 红光满面啊 这样的老头 那是从湖南到河南 南上加南都找不着 但大姐说了 咱也不是什么恋爱脑 随便说说就能公约的 必须得秋后望甜头 找点茶 就地方有点便宜 有点软 地人啊 地人确实远 我也知道 一堵县去过没 没有 我老家一堵县的 现在我在一堵县 有一个九十一坪的房子 九十一坪的房子 就是我母亲和我在一起 行 那有老人多好 在一起 你要是愿意 你可以在那块生活 嗯 行 行 但是 还两天是吧 花轿没到就放炮 大姐你高兴太早了啊 大爷这磨磨叽叽半天 云里翻近斗 有点不足实地啊 啥情况啊 不想跟大姐住一块呗 你活冷了呗想 何活呢 关气 啊 关气 那给你关气 你是退休了吧 又找份活了 对啊 反正说愿意在哪住都行 真就是半夜做梦 虚惊一场 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 眼看饭点到了 大爷还特意下楼 打包了几个菜 跟大姐边吃边聊 大爷直接开门见山 鸟白了自己的心意 我一趴窗 我看就是了 这窗板在外头上的 你不把那时候去了 我说这是保证的事情 那时候个楼上炒板的咋样 我说行啊 我这女家 个头长相 眼睛都行 今天切住下来 你什么咋样 大哥漂亮白啊 这么说 我这人喜欢我 是不是那么乖 看我行吗 好快行 因为觉得 这个人给人的感觉 就是很踏实的那种 你这部公演 这个晚年 你就是想求的 就是这种事 留一个脸 就发出处处看吧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隔岸不相识 有情人忠诚眷属 祝两人能白头齐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咱们评论区见 我是大方向不踏 我想 很有趣 肯定有好感 不行 就是本来 就是形象 就不是我想要的 骗探 多少得把 把一分之九十 当然就没法 你还没法交流 是不是 我相信他出不对我有好感 可是社会环境和工作的环境都不一样 而且也能嫖了我几眼 所以说你俩俩的这个思想意识还是不同 是这我用一光看到了 今天这个大可真是不一般 身高一米六 体重一百四 就想靠着自己摔机的面庞 与身材找个富婆吃软饭 他认为自己这条件绝对是相亲界的相伯伯 平常老头都不敢出门 生怕被大妈妈生吞活泼了 甲大爷六十岁 初中文化 退休工资四千一百块 农村资建坊 甲大爷的目标非常明确 必须得是富婆 不是富婆我可不要 最基本的就是要他城市里有房 还必须是高楼 这样他晚年就可以再成立生活 这甲大爷认为自己的条件非常优秀 只要是个女人都会迷恋上他 就我们的 这个团都有在 那肯定会同意他 但是我不认可 咋的那团里 那肯定是女的 用现代话说的肯定是女的 那咋没想到 甲太多了不行 成形象呢 可旁边不行 弘扬刚进屋 这甲大爷就说起自己房子里没有暖气的事 这就是甲大爷想要找个成立房的原因 因为大城市房子都有供暖农村没有暖气 大爷想要取暖只能靠抖 为了赶快摆脱这种生活 甲大爷迫切的 想要赶紧找个大妈搬离农村 希望她是长生 可能是十里吧 有楼房 要说红娘还是有些能力的 果然按照大爷的要求 找到了一位58岁的陈颖 陈大妈每个月退休工资有2000块 不得不说大妈还是有些防范意识在身上的 听到对方啥都无所谓 只要求女方在城市有楼房也很谨慎 便约在客运站简单的见见面聊一聊 结果刚一见面 大妈就嫌弃甲大爷个头矮 远看跟冬瓜直系亲属似的 这晚一请回家直接可以接上灶台做饭了 宛柔一个煤气罐 不行 就是本来就是形象就不是我想要的 客叹 你长的客人好赖吧 你有个个头还能打点人 结果贾大爷一看大妈把红娘拉一边说悄悄话 自信心一下可上来了 这家伙一看就是看上自己了 不好意思直说 你觉得大姐对你有没有啥 有印象 有好感 你觉得他对你有好感 肯定有好感 肯定有好感 大姐的呢 修平咋的这历史劲可真 大姐还是不想自信 尽管市里没楼房 特别板着 老板工资不多也不算少啊 那要挺两千左右和四千多能能一样吗 女人嘛 太羞太正常了 再说自己这退休工资可是四千块啊 顶两个陈大妈了 能能自己相亲陈大妈一定 雅巴结了吗 高兴的说不出 我是大方向不踏我想 很有希望 肯定有好感 不行 就是本来就是 形象就不是我想要的 这太 多少得拔了 拔一分之九十 拔一分之九十 拔就没法 女人没法交流是不是 自信大爷来相信 自认为百分之九十的女人 见了她都走不动道 结果大妈刚见底眼便吐槽 这老头有刚粗没刚好 除了脖子全是腰 直言自己还有事 留了个电话就匆匆离开了 而贾大爷呢 看到大妈给自己留电话号码 更加确定陈大妈一定是看上自己了 哎 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啊 红娘看到贾大爷沉迷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也是看破不出破 手脚麻利的又给大爷介绍了一位五十九岁的大妈 王大妈经济非常的好 不光每个月有两千块退休金 以前的存款也多的惊人 几人在附近找了个饭店便开始了相亲 谁想到刚一落座 王大妈的烟瘾就犯了 看到大妈离开 红娘赶紧询问起贾大爷对大妈的感觉 形象总体是不错的 美中不舒服大不一样 所以那个重量级的 就我这都装在我的身材 等他你看看 好家伙 你可真是乌鸦贤猪黑 你还嫌弃人家重量级 股价大 你家没有镜子总有尿吧 好好照照你自己啥样吧 人家大妈能不能看得上你还不一定呢 这贾大爷尽管对王大妈的身材有看法 但是奈何人大妈是个富婆 大爷觉得自己可以为了金钱放下对大妈的看法 说起王大妈 她也是个命苦的女人 前夫出轨后跟她离了婚 为了走出伤痛 大妈开始抽烟麻痹自己 至今都已经抽了二十多年了 但是如果相亲成功后 跟老伴生活就打算戒烟了 其实这个时候大妈就已经说明了 自己没看上贾大爷 毕竟人大妈说的是将来找个懂我疼我的 可是大爷那是一点都没听到话外之意 大妈以前是在外地做贸易的 全国四处到处跑 所以两人聊天的时候 大妈问了句大爷会不会开车 结果大爷听到这句话 饭都不吃了 满眼星光的跟大妈说 只要你给买车 我立马就能考驾照 没票 也就是说没开过 如果说马上说是有必要我考过票 考完票并且就有车的话 我想也没有解 要说大妈不愧是什么人都见过 听到贾大爷说的话头都没有抬 直接就转移了话 我相信他初步对我有黄感 有黄感 那你看爷爷爷那样飘了我几眼 对啊 这我用浴光看到了 我说老头你也太自信了 人家大妈看了你一眼就是相动你了 那红娘跟你说了这么多话 岂不是非你不嫁了吗 大妈刚问了句会不会开车 老头就觉得大妈要给他买车 大妈看到贾大爷这出不值钱的样子 都有些不想积蓄了解了 不够红娘告诉大妈 这贾大爷别看一副小家的呀 他可喜欢唱歌 正好大妈也喜欢唱歌 好奇心被勾起来的大妈决定以哥会友 我的妈大爷你可别唱了 别人唱歌要闲 你这唱歌烂眼睛啊 你看大妈烂眼睛都被熏得睁不开了 当时你那么自信的说 自己唱歌有一绝 我还天真的以为老头最起码有一个优点 可大爷根本不管观众们的死活 谁都拦不住今天高低的表现一下子 当场来了一段高音 我的妈你这高音不是高音 高喊不是高喊的 你自己听听你唱的是个啥 这时候大妈坐不住了 你这也叫唱歌 我来给你示范示范什么才叫唱歌 我的妈大妈你比大爷强不了多少啊 可是两人谁都不服谁 那是一手一手又一手 是世界有山还是世界有河 要说这贾大爷就是个输不起的主 忘死了就忘死了呗 还不让人说 大妈说了一句她就开始了挑色 不错了 国家住在黄埔高坡 大风刮过 你可拉倒吧 人家最起码唱出来了 你这唱了一半忘了一半的选手 还有什么脸面说人家 再说这是乡亲 又不是比赛 你自己想想大妈听到知情能开心吗 这个时候大爷还美呢 这还拿不下你 于是变得大妈要起了手机后 不留个电话呀 可以留电话 1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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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66 这个正确读法 十一位数是分三句 这个有说到的 真的 有好多第一句就读出四位数了 这是不正确 这有说到的 大妈本来想着礼貌而下 没想到贾大爷又挑了毛病了 有啥说到你倒是说说呗 人家怎么方便记怎么记呗 你还不乐意了 这个时候老头还得意义呢 这个女人一定贝哥的魅力征服了 不然怎么要电话就给了呢 我相信她出不对我有黄感 有黄感 那你看 要电话就给了 没有犹豫 我的天啊 这种普系男究竟是在什么环境下长大的 她的脑子怎么跟别人的不一样呢 大妈要不是有素质人早就有轮包走了 咋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呢 这时候大妈实在是忍不了了 直言有机会再聊 这个有机会就是没机会 可老头不觉得啊 她认为自己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好 面前的女人连下次见面都想好了 这期节目是以失败告终 那么大家觉得假大呀 能等到大妈的电话吗 欢迎留言品 你说衣服给你多钱 当这几孩子呢 那一月你给多 你说呢 一月你给多 不对我想听你 你说 我说实话 我好传好伙 你要多少 我不能挡 咋说呢 你要612 长得漂亮点 给你多花一钱 听懂不再说实话 咱俩说实话 那我这事是自多钱 自两千块钱吗 相亲现场变成了早是买菜 两人互相尝试着触碰对方的底线 给少了大妈不干也多了 大爷还嫌她长得不好看 两人针尖对上卖忙 还是各退一步 但这只是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哎呀 哈哈 门都开了 你好大姐 新闻你们了 哎呀 今天来相亲是庞大妈 67岁 稳定收入每月2000元 大妈的养生之道非同一般 不仅常听养生讲座 还将学到的知识写在笔记本上 我记啊 记录啊 你不记得不行啊 我的字写得不好 你看我这本要写满的 我每次看我都写下来 写下来 每次看见我都写下来 每次看着我都写下来 要滚住嘴 迈开腿 脸拔断紧 是 编六部 这两本书快写满了 哎呦天呐 这都写的慢慢都能了 哈哈 大妈啊 你真是太用心了 红娘告诉大妈要和一位老中医相亲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吧 红娘说这位大爷可是远近闻名啊 而且他的医术也是一等一的好 如果两人真的在一起了 大妈可就能跟着大爷学习了中医了 多有意思啊 呃 主要是说的 怎么说的 反正女人都是一个一个心愿 能对我好一点吧 表情要好一点 红娘介绍的这位长大爷 77岁经营着自己的中医馆 你一天做诊做多长时间呢 早八点到下午一点 你现在一天大概有几个患者呀 一天不一定啊 啥呢五个的五十六个的 我不领卖药啊 一拿就一个疗成的 那你这个一个月收入 大概有多少啊 没法说 我不想透露实情啊 我这么说得了吧 白看没老宝 我再活五十年 不用管你要钱 就马上不干了 能活五十年 大爷这口才真是绝了 他总是能轻松开启话题 辽妹那是不费吹灰之力啊 告诉你他挣多少钱 那简直是玩笑 他赚的钱 几十年都花不完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 就永远不用担心美储花钱 在诊所里聊天半天了 大爷突然提议带红娘回家 一到家 大爷就开始想念起他的老伴 没有一天看他那个遗像 每天都想 生吃不饭吃不着药 孤独 你们小孩们不理解啊 这孤独可扛不了 尤其老年的孤独 像一堆大燕似的 那个大燕似的 那个大燕似的 剩下鱼的燕似的 饿得不想吃食 主要瞅着又瞅着 就他自己 那个燕走了 孤独 三老子这位鞋子 要是心头一合 最好谁被分心眼 哪怕这女方 开五千干八千 给她扭不管 我给你多少钱 你愿意买上买上 你多好的 那你什么钱都行 那你咋现在就想起来说 要给这个 未来夫人买个标 那你怎么说 我刚刚老头穿个标 您回来夫人穿个军服 我也不这么个事 我是不是 以心向外人 我必须也挺好 陪伴我余生 你俩互相介绍一下 我姓常 我姓常 个体夫开中文针所 几十年了 独传世家 事无畏着呢 你多大说什么 我 我六四八 周岁是许说什么 许说 周岁六十七 先介绍一下 叫啥名 你叫啥名 我姓庞 我姓常 我叫常夫 我叫庞彦均 摸个手先摸个手吧 你好 第一印象咋样 有点老 瘦啊 我说有点老 是赵先生 没有我前期长得漂亮 就感觉老不出手 反正你那时候吧 忙外领事也不出去 不过这子也还行 我觉得吧 就是你看到这个孙子了 你找就像俩人 这个三观一不一致 脾气好不好 得看这些 我看她姓个咋样 敢不敢 你厉不厉害 接手接手 看看性格 两位相互观察 起初都看对方年纪大 皮肤干扁 显得有些别扭 都这个岁数了 看演员确实没有必要了 两个人都决定再继续相互了解一下 红娘先助攻一下 让他们展示一下彼此的默契 红娘提议他们来一次小游戏 用皮草来加深他们的感情 大爷看着烈日炎炎 对于这个提议表示怀疑 但是为了他未来的伴侣 他愿意尝试 他试着穿上皮草 结果引起了不小的笑声 可是他们并没有介意 反而觉得这次的尝试亲密无间 这个小游戏虽然微不足道 却为他们的爱情添加了一抹亮色 太浪漫了这大哥 都要去舞的 看下大姐能不能穿上 你试一下看看能不能穿上 你体重比我都得重 我 120斤吧 你穿那个上衣看看 那是马甲 现在不穿马甲就行 我自己开25多年了 自己的店 原来称号合十了 看看还挺合十人家 我看看你那家合不合十 你老板多钱呢 两千多不两 哎呀 合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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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两件衣服真都挺合十 你马甲再穿试试 哎呀 这无处再穿那么多 你觉得是情侣座是啥意思 哇 他挺稳的 是这个情侣座的啥感觉 不过不管怎么的吧 看这个人还是说 对未来这个老伴呢 他还是有成型的 大爷整不明白 这互相看不上 还是情侣装干啥 但是这事晚 让俩人的距离近了不少 大爷也主动开口做出了承诺 咱俩一会行 你说搬头又给你多钱 你那钱给你儿子啥的我不管 我说实话 说实话 这样也好 他正说我觉得他还是 这个人心的还是挺诚恨的 对未来这个演练还是说的挺负责的 你约约生活标准顿得多钱 没没说 华盛说 没有标准 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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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挣钱没说 华盛没说 我欣赏没了 他说的花了就跟鱼 没说个数 但是说的我要 我还得问问他 你约能照多少钱打算 商务费啥的我说 你说我衣服给你多钱 当这几孩子那样 你又约你给多钱 你说吧 你又约你老吃 你说 不对我想听你 你说 我出去实话 我好传好话 所以他长得有点老 穿 有好衣服穿不出去 你要多少 看我能接受了不 我没老饱 不等于没有钱 对 虽然没有退休工资 但是你听他说的话 也能有点死 大姨有钱 这是大妈不回忆 但是就是不说给多少 那是几个意思啊 你要多少 我不能拿 咋说呢 你要六十一二 长得漂亮点 给人多花一钱 听懂不 再说实话 我这事是资多少钱 资两千块钱吗 阿姨一听这话 瞬间不开心了 我这条件找你 那是给足你面子了 你咋还敢要这么高 我说实话 我应该三十一岁 嗯 我应该找个六十 六十二到六十三十岁 你想想想 你要是我原配型 要不原配的 找我心里的目标 差点 再说实话 嗯那你得成长吧 什么意思啊 那你就成长 两位老人因为钱的数量问题 产生了争执 大爷觉得大妈的要求有些过分 大妈却认为大爷在暗中保护自己 两人僵持不下实在没办法 这互相对峙也不好 毕竟他们都已经到了年纪 于是做出妥协的决定 各自让步 你看我这一堆是一块 你那么点 嗯 我给你一千五 你做好了 我心里给你三千 哎 这一千五你买衣服 嗯 咱俩做好了 那当然我出了 我叫你买衣服 那行对 我们促一段时间看看 公众训刘 你那么点 有咱俩也能接这些 你煮那我煮外 你说买啥就买啥 这不差钱 听懂不 听你这句话 你值得说 就这句话 打动我 这促一段时间看看 你说是不是 可以 我发现我是医生 我有职业道德 听明白那时候 年人的爱情 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上一秒还抄抄重新找 下一秒就出上了 随后大爷提出带大妈去诊所看看 大妈一看这环境很是满意 本身自己也爱学中医 这下正好 一边陪着大呀 一边学习 两步耽误 你是大夫大姐变护士了 哈哈哈哈 那有感触 是 啥感触啊 那有个爸来 最起码我们三十五 咱坐着了 你给大姐摸一下来 哎呀 明天对吧 早上午摸 为啥上午啊 她那个气血 上午走阳 啊 下午走阴 啊 你看大姐懂 是啊 你看我没有跟你学中医吧 收我的图的吧 那叫学费的 那可行 我也喜欢眼睛 我这个子业我还看好 大姐也研究 我真的研究中医呢 真研究中医呢 真研究中医呢 这不收大姐的徒弟啊 那你突然做夫妻了 啥不得叫啊 哎呀 哈哈 我们还这样学中医 哎呀 你学中医 我要能活到九十岁 我不也 也出师了吗 我这人查找我后手 他说可不骂眼 骂呀 是挺后手的 那你俩在家唠嗑的时候 咋说话我也插不上嘴啊 咋说话我也插不上嘴啊 换你一言大哥 但你爸好看 就对你自己 单口相声 哎呀 咱俩就双口相声 你老伴把你能了 我老伴能了 咱俩就是咱俩 相互扶持 咱俩你被相互走 我也被嫌疑丑 这说实话 我还吵吗 我都赢了 谁都说我是大美女 你还说我丑 咱俩现有为命 听不听懂 听懂了 玩归玩 闹归闹 俩人还挺满意的 随后大妈邀请大爷去自己家人人们 顺便给大爷做顿饭 让他尝尝自己的手艺 卖鱼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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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姬行不行 卖鱼买这个 秦的咋吃 秦的炒粉条 不用你拿去 我拿 我 咱谁拿不一样 我这三 你拿起开门 哎 哈哈哈哈哈哈 先进啊 我给你踩到 大哥看看他姐 这我手势的干不干净 还行 还行是还行吗 这多干净了 哈哈哈哈 咱俩你这么手势啊 哈哈哈哈 咱俩你这么手势 可以 不能孤单的感觉 那我淘米吧 往里我退啊 来菜 来菜行 前面快点 前面也做汤也行 暖菜会儿做啥我吃啥 好 我上饭来都去喝 好吃吗 大哥 咸烂呢 正好 哈哈哈哈 又只有真好 我吃饭不挑 嗯 正好我们要就照这个做 大姐给你找的一桌菜 你心里怎么想的 挺要 我找做饭 我珍惜 迟到的爱 我的孩子不在小小里边 我在家我说的是吧 嗯 我就要找个书的算这个 哈哈哈哈 咱早早在一起 这么大猝啥呀 哈哈哈哈 我不再欺负你的 哈哈哈哈 我是个医生啊 是 行 你都应该在忙啊 是不是 我明天就上你诊所 去去给你擦地 我珍惜这份黄粉店呢 你要珍惜啊 我也珍惜 我想珍惜 然后我期待能早点 喝到你俩的喜酒啊 到时候告诉我 你还得 是不是还得给我个婚礼啊 百分之百行 那我就敢嫁给你了 最后二人的相亲 勋告成功 夕阳如照 家傲相伴 晚年生活更加天才 不必被修蒙蔽双眼 唯愿幸福长伴左右 愿大爷大妈早日喜结良缘 成为人生最美妙的乐章 好了 老铁们 有什么想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星空的 请关注不迷路 长按红心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这钱给谁呀 关注关注关注 花呀 张老外的 咱们喝起来花 你有钱能给别人花 你张老外的 给老外花 你好 认识我来了 这是朋友还是教练呢 这是那个同学院 你是在这儿学有的 我是学的 刚开始 学好时间了 学不到一月了 下午时间呢 我是教练教练 学学教练是吗 因为肯定伤口 对 这个伤口 好点 身体的好点 欢迎了 哎呦 哎呦我看他这儿有 那个游泳性生傻的 就游泳啊 不少了精神傻的呀 那好像时间不需要用了 我这游泳的好像时间太长了 啊 游泳多点 游泳有了 我就没时间了 我回家看别的 看一看看书 学一学 看书旋雨 我这个这有这怕辣人 这是什么呀 这是日语 日语 啊日语书 嗯 你在为啥要学日语啊 呦 就是爱好 爱好休门时间 又智学的 我上学的时候学过 老师教过一年班载的吧 教不了不长时间 就这个扔下来 后来我就开始 最后他捡起来的 这不也是一门知识吗 以前打工 有时候就个外地打工 打工我都带着这本书 打工没事 晚上说要说 没到睡觉之前 休息时候 就是看看 这个业余时间 随随地给家传他看看书 我感觉这学籍 就是就挺充足的吧 干别的有意思 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有时间 就拿这书开始学 这时间挺长 就有20年的 就有20年了 就有20年了 20年了 那你这本书学完了吗 没有我就学到15课 15课之前比较熟 后边的那个 就是不咋熟 就是混个脸熟 就念一本能念一念 就算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这是一段话 是 十八玛街头 他那个山の奥子山は 一週間に 4回来 十八玛街头へ 買物に行きます 十八玛街头では いろいろな 種類の 教信を 5特1ます 这是每次看书学习记的 记得笔记 哦 得查记啥 我先一遍一遍写课文 完了增加记忆力 我就得查记啥 这是那个 讲的那个日语课程 哦 他说的 他说的话我都记得了 哦 他说的就明白 我怕过后忘了 我都记得了 就那记忆可扎实了 他说的明白 这个随随地就是 简单词 我就给写了 我就自己 那你不是光是 就是自学呀 只要有机会 哪块有教的 你就多少学点呗 上车下车我都不修完了 我就点考试去 啊 考试去 我玩 考证吗 日语证啊 几级水平啊 按五按四点 按一 考试成绩 你是要干嘛呀 这个 正式微笑 就学水平啊 燕老师给我评判一下的 啊 现在有 你觉得你能考到几级 有没有信息 嗯 我还不行的 这个上车修完了 能考二五 嗯 嗯 我得学扎实的 一定基础是在那个的 去考试试 嗯 感觉差不多 15年 快20年的时间了 还行 打工时间呐 这业余时间呐 有时候还给他 还给他扔下来 都业余时间 上班哪有时间呐 躺得黄了 就是没他收入啊 这次离婚后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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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得重新起步 日子越过越好嘛 你不得刷人干活嘛 哈哈 生天嘛 你得独立 你得经养 我做个洗衣本 做学吧 半年我后厨 去洗车也洗车 就干了 一天就是工作 就是干了 哪个证券都上哪干去 黑年板干 我那时候一年 我过年的放几天假 我这一年都是 待不了半个月 当时活着 就是想充实一下自己 我就是在看个书 睡过觉书 我嫌我 就是我工作改的 嗯 我就一速没办 两年板 现在讲过说 也挺有成就 嗯 最近年 那打工 修餐还一定 不容易是不容易 也挺有成就 就我这水平的话 就算同学同学也 一定陪我 他良心行 啊 你把孩子放大了 孩子挺懂事的 孩子工作也好 那孩子给领导开车开十年 完了之后又捧不凶 我自己成就就是说 做 因为这个 这妈妈做的 也挺合格的 我把孩子 那个给带大了 房子也买了 车也买了 结果呢 我也给帮着帐了 我自己的室外 我也 也交了 我也现在也有退休金 现在感到也挺充实的 嗯 现在开始自己的生活了 早上没啥说 性的好的 就是性的好 也变好的 永远的就行 就是 其实像我们的年龄的呗 大个三十十五岁都行 你说的性格好 你是觉得啥样的性格算好心 那得明私理的呗 通常打理的 明私理的 不是说你那一种 寂寞白脸的 牙都好 都是牙大 好的 我那两个孩子 要不香 这个底下这个味道 味道好 就是这个吃东西什么的 吃东西碗浇拌 我一碗就是面子 我去吃咸的啥的 你看 小的好 这碗 我就吃完的啥的 要不下时 还要整饭 还找我吃以后 孩子离近呢 孩子我都下 那还行 儿女在附近的话 生活上挺方便一些 那以前裤子都还给买 要是换体验的 孩子把 换体验的买好买好 离开衣 我经压着不见就是 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 还在这儿溜着了 也往厂上 还学电查 坐到大爷子 我不得给家大爷子 就是给家大爷难受 你咱老伴走 我不得给我大爷子 这是我老伴 这是我老伴 和我俩的造议结婚照 我这时候找人 瞅了想你老伴 我老伴也挺可怜的 这有病 就是他那风 在床上 这床上四年 我伺候他四年去了 那我就不得给 一瞅一醒了 我老伴就难受 我一瞅一瞅 我牵着老伴 你瞅一瞅 我牵着老伴 你瞅一瞅 这个时候我一瞅 还是找个老伴的 说话老伴 然后我一个人给家 俩是说话老伴啥的 我有个影响我去 我亲一个介绍了 这老伴看城 大众一说 你这脚的不行 你这两千多块钱 还得够他生活的 没有给我的 我那拉倒 我说我跟这 就是找个生活办理 那我咋给你多少钱呢 两千多块钱 给我让他生活行过来 那就这几个人 咋的条件 你让你瞅着呢 两千多块钱 到人家没啥说的也行 可能跟我生活就行了 那这没啥要求 没啥要求 咱条件来说 不见人家 剩四五千块钱了 咱公司少 能见看我这个人这样 到人家没啥挑 就挺好的 别的要求一点都没有 包括什么 学学有艳员 身高 年龄 这东西差不多好就行了 我把这个给你 一两六三 我姓梁 我叫梁 我叫梁金元 我也六三岁 挺好的 就长相挺安心的 对 挺好的 夜相挺好的 坐哪儿 坐哪儿 你先坐 你先坐那儿吧 来坐 他俩都客气了 紧张了 姨啊 紧张 不自然 一下就不自然了 他现在 他也是退休了 但是没闲着 人家上午还找了个班上 然后下午就去游泳 然后回家以后 还是自己学习 然后晚上给孩子的话 也挺充实的 挺好的 一天退休不下室人 上午干点活 下午没事 就这个休门时间 一天真挺能干的 你看人家退休了 两天都不闲 我还找活干啥 我还游泳不上去 挺好 这时间还挺好 这一天活挺充实 还挺忙活 对 蛮有闲 蛮热热的 今天孩子还说 要开工备活 就把我给你干点活 我行 叔爷有继续打工的计划 那孩子今年不是那儿 给那个 就是私生 知道吗 他爸今天活着请没有 都给我给你干 这点钱 咱们不是他说 新的活着 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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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挺好 也算是挺勤怀的 不懒 不懒 他干点活 也能充实到自己 他们说啥今天 我还不说 我从中一夜 文化不行 说 小学就能看 就能看 那个学有吗 哎呦我的想法 我最喜欢 我最喜欢我最爱我不行 小时候总给那个 那时候 这怎么喝到啥去老了 你咱喝 喝啥 不敢进食 说我问一下 你看项目一天天有时间 就得去游馆游 有点时间 这是学习阶段的 要学会了 水份以后得 见点儿去 他去游泳了 你干啥去呢 那你 这样你咱不能干 这你做了哪 真的 我爸的脸骗我 哈哈哈哈 啥是我 这事吧 我咱不 我不说不 不支持你 但我不能干 这你 就 嗯 你 你咱俩下处 你干啥我都不在干 这你 你看你干啥 我没拿好 我都不在干 这你 那你要我去 我妈又在那啥 想那 我还要看好 我还要把你 学习五年 嗯 他性格挺好 嗯 心态挺好 我看你 我只在说心的话 就像中仪 这样的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了 是吧 虽然他开不开心呢 嗯 开心 哈哈哈哈 属于像中仪啥的 嗯 长相仪 干活啥 你说 干活都行 说长相活过过的 哈哈 长相都行 那人说说过关 就是过关了 哈哈哈哈 长相就是让人家 把这批我钱的 是啥钱 哈哈哈哈 我家条件 啥一啥 我就 我四个批 帮 啊 回钱 我这个搁那儿的 嗯 我半个就疼 我一个疑点呢 就是工具低 我这人 没啥要求 这工资少一些 干点啥都不行 嗯 现在生活 股价都高 你想买点啥 干点啥 去的话 就没有 生活也借鉴 你希望的工资 水平是多少 嗯 这三千 但你三十年有的时候 他们说有能够出去干活啥的吗 不担十年 干几车 你是觉得这样的话 不稳定 不稳定 嗯 这人生活 你起码就得有那个 基础 生活基础 那人不都得想过的生活 充实点吗 富裕点吗 也是挺好 哈哈 你就差好 嗯 差点工具 我觉得可惜啊 嗯 我也可惜吧 想往前走一步 就得伤到指令好点 嗯 再说 组成家庭 欠他多些精力 我还知道我公子 是 我都知道 大多 这一是咋样的人 他是 小半辈子吧 都在外面打 对 然后也是挺好 一点一点 嗯 他在这中间 给儿子 就是帮着奉的首付 那个儿子操办婚礼啊 然后结婚啥的都 他脏了 然后自残疆了 老道歉 所以头些年吧 虽然说呢 雷迪风行的 但其实我们的女人 在外打工 他是吃了不少苦的 对 你说这会 所以他就觉得说是 如果到了晚年 再找一个办法吧 就是 这样的 嗯 不去委屈自己 对 你能理解 我能理解 这这方面肯定有 理解 除了说 我觉得是 你也不要说 因为你这个工具 就不自信啊 什么的 如果就是真的 遇到一个人 你们两个男人都合适 然后他也不记得 不就是不 不觉得你工资低的人 大有人在 明白吗 而且像你说的 你平时生活上 也没有太多的话笑 对吧 尤其有个孝顺儿子 比如说吃饭都不用自己玩 因为啥子 更管自己买 那说白了 如果要是自己 就是 灰锅日子啥子 这钱撒起来了 不都是以后两份 在一起 什么用的 对 嗯 不好意思 没了没事 没了 祝福你以后 找给我家的 对对对 这这这靠远 靠命 对 除了性格 确实挺好 挺好 反正咱见面 咱们 当个好多数 对对 咱当好要出来 这时候 这好那 那是我 你那也不远 你那也不远 行 那就是这 先走了 然后以后有合适的 我再给你俩介绍 好嘞 谢谢 谢谢 那我就走了 骗你 你倒是我强的 挺好 先上手 握我手 再溜这个倒这 谢谢 好 我送你 我穿衣衣衣衣 不要 不要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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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今天的相亲 你有什么想法建议 欢迎评论区留言 老鼠看 喜欢星空 方便给个观众 点个赞 下一集继续精彩 咱们回头见